我是毛老华,我在杭州,我在浙江,我在浙江杭州复阳 我在逛街,现在天色有点晚,我准备找个地方住一下 我身后还有个酒店,就在这个地方,我准备进去住一下 我们走,这里是复阳的一个村,在正旁边,这里有山,你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酒店,就是这个酒店,我准备去住下了,走,我们进去,走 218,应该就在前方,这里是216,就在这里 218,走,地板擦一下,好了,亮了 这里就是房间了,这里有什么说法吗,这个东西 这个电吹风有什么说法吗 我们先把包给放下,不管它了,我们看一下窗外 这个就是窗外,窗外有一棵树,远处有一个草坪和工地 窗外,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看一下房间 这里有一个座椅,有一个卫生风险有一点风险的座椅 一小凳子 大酒店,不是小酒店,有客房间间 这里有一张早餐券 就是7点到9点的时候,你拿这个东西可以去吃早餐 不错,这里是一个沙发,沙发上是我出门的双肩包 沙发也有一点点的,卫生上的一个风险 不管它了,我们看一下房间 这是一张床,床上有好几个枕头 虽然有一点褶皱,但是问题倒不是很大 这里是一盘绿植,这个东西已经长到地上了 说明空气这样不错 这边是,还有一个充电器上的床头,这个比较少见 以及一些洗漱的设备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白色的有什么说法 等航的可以看一下,这边是一个镜子 厉害了 这里是个水池 和一些水 这里柜子有什么东西 空无一物 这个就是今天的房间 厉害了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房型 我们在这边 都是一样的房间 这个特别大 这个是三角形的 有一定设计 这里是杭州 杭州富阳 这个房间200亿万 还可以 凑合着住 你们 觉得呢? 是吗? ROBERT